为了改善台东的交通问题 立委刘赵好 27号在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当中 要求东部快铁计划 应该和花东铁路双轨化计划来配合办理 另外针对了南回铁路沿线车站改善计划 督促要如期如值完成 提升旅游品质及观光发展 深化旅游的文化 而交通部长王国财也允诺 东部快铁会优先安全在评估整体发展 配合高铁及台铁要做最好的规划 铁路是台东线最重要的运输方式 不过目前人带双轨化来解决交通瓶颈 立委刘赵好特别在立法院 针对东部快铁计划 应与双轨化配合办理 济南回沿线车站的改善等 要求交通部能够落实改善 但我现在所讲的其实就是 安全是最重要的 安全第一 第二个要让民众买得到车票 那我们再讲这个东部快铁 这部分我们要针对问题来看 比如说提数提到一百六 你们去看你们都没有到铁路区 他们现在买的列车 短期内我们不可能再去 我们刚买了一个60组的 60节车箱的新的成绩列车 EMU3000 花了数百亿元 我们怎么可能会再去买一个 我们不可能短期内再去买新的列车 限行改善这个我赞成 因为限行改善比如说他有时候 整理时间会缩短 但是的确会受车辆性能的限制 他的驱度 他的那个转弯 限行改善这个我绝对赞成 因为限行改善除了缩短时间也安全 因为安全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在这一批采购的也不是 倾斜是列车嘛 当然说我们是一般的一般的列车 所以限行的改善就是觉得 但是限行的改善 还牵涨基点就是说 也绝对不能影响到我们现在 正在进行的台东花莲之间的双轨化 对对对 双轨化这个这是不相违背啦 双轨化也是快 也是快铁的一部分 所谓的南回车站的美学的部分 那之前因为有一些 招标的时候有一些不顺 但是最近我们这个已经 823已经招标出去了 所以这后续我们会依照这样的骑程 后面大概再开始来进行设计的部分 这个目前大概没问题 已经找到厂商了 有照强调 虽然铁路提速部分 交通部已在解决当中 但安全人士首要 期盼交通部能将安全纳入优先考量 再逐步进行各项的改善工作 记者潘俊瑶台东市报道 记者潘俊瑶台东市报道